台風的結構目前比較鬆散 在昨天晚上在靠近鋁宋島的過程之中 受到地形破壞的影響 所以它的中高層的雲系已經跨過鋁宋島 在中心已經沒有比較深的對流雲系 所以在上來的過程 還要需要一段時間再進行整合 之後才會逐漸影響到台灣 那預計影響台灣的時間點 在今天晚上之後 在東半部的雨勢才會開始變得明顯 那預計明天跟後天是影響最明顯的時候 也就是在東半部的降雨會變得更加顯著一些 而且會有一些比較明顯降雨的一些現象 目前東半部的海面上 已經出現長浪的現象了 入列後提醒您這雨勢也會變得更為的明顯 預計明天的上半天 暴風圈就會碰觸到東部陸地 很有可能會從宜蘭的方面來擦身而過 另外比較值得注意的還有在丹納斯的西側 另一個低壓正在發展當中 預估明天也會增強為熱帶性低氣壓 甚至不排除還會持續增強為 今年的第六號颱風百合 對於台灣的天氣影響還要持續來觀察 至於民生化 至於民生化